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看馬世界的環節 由我世榮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環節中,會和大家一起看馬 當然,要看馬的身形、腳法、獎項 將來有甚麼成就,在這裏都會和大家說 大家如果未想認識多些賽馬或馬仔 都可以在這個環節看多些 我未講之前,如果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右邊的四星龍珠 訂閱我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事不宜遲,立即帶大家看看 今次有甚麼馬要介紹 有一匹冷碗可以和大家講一講 叫金鼓磊鳴 亦是我精選場次的其中一場的一匹冷碗 當然,這麼冷 去到世榮是不是亂來 上次48倍介紹 輸了13個馬位 濕泥就抹掉了,未必適合跑 但這隻馬在血統上,你會見到 其實它都是一些中距離馬 所以繼續跑千四 我都覺得會比上次跑比較短的濕泥 所以這隻馬有機會可以 而你看一下它的腳法 其實真心就不是很差 為甚麼這樣說呢? 你看回很久很久之前 即是它初速那場輸給楚霸王 你認著黑黑色三八檔的賽衣 當時田泰安走去騎這匹 出閘就不算很快 一捉就捉在它後面 現在五號馬的位置就是了 很快就走進去 其實它都跟到主馬群 一直在中間也沒有搶口性 入到直路其實都沒有大脫節 只不過是加速力略為欠鳳 你說這樣是否代表不厲害呢? 但你留意一下 這場它在裡面其實是沒有望空到 而頭就想走想走 前面楚霸王一隻就已經放了 但它最後都略為追到上來 沒甚麼看的 千二米比較弱點 但今次千四馬 就適合它追一點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馬的身形腳法 將來跑線六千八會更加好 今次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收看這個洗碗世界 拜拜